陷入困境的澳大利亚总理克恩布尔警告说,如果他的政党同僚心怀不满,并继续试图驻逐他,他将在星期五退出澳大利亚议会,辞职将或是澳大利亚提前举行大选。 地位部报道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克恩布尔此外有分析着,即使克恩布尔现在辞职,他的进任者也很可能会立即宣布重新大选。 目前克恩布尔受到来自其竞争对手,前内政部长彼得达顿支持者的压力越来越大,他们要求在周五举行的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选举中,再次进行党首选举。 而克恩布尔表示,如果他的政党希望再次进行党首选举,那么他将退出议会,不到24小时。 前财政部长克尔纳就与克恩布尔发炼此时,克恩布尔面临他担任总理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,此前澳大利亚自由党的议员们在周二进行表决选出党首。 克恩布尔以48票,最35票击败了达顿,不过随后,十名内阁成员宣布请辞,8月23日,又有三名阁员递交了辞呈,此次辞职的是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,通讯部长和就业部长。 他们表示,克恩布尔为获党内绝大多数议员们的支持,认为必须要撤换党首克恩布尔,特别是此次辞职财政部长克尔迈,周三还曾公开声明,他对克恩布尔的支持,而周四时他又表示,克恩布尔的政治对手达顿,才应该出来领导政府。 正在议会演讲特恩布尔,前排战略者,和正基于他位置的前类政部长达断,又,一,目前澳大利亚议会反对党工党领袖比尔·肖恩表示,所有的证据表明,澳大利亚不再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。 肖恩表示执政的自由党,无论今天和明天发生什么,都将无法避免的陷入分裂,而目前多名前政府高官正在考虑参与竞选,以及替克恩布尔的总理职位。 美国媒体总结着,自从前总理约翰·霍华德,在执政超过11年后,只见澳大利亚总理已经连续多届没有做满三年的任期,在澳大利亚不稳定政治文化影响下,诞生出的是分裂的政党和愤怒的选民。 每一任澳大利亚总理都在半途中,就被自己的政党和同样们抛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